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這個話題應該都很適合說 小弟雖然現在還讀L一名 阿森哥都以為人父 這個話題你一定要分享一下自己的見解 發生什麼事呢 不是說掃黃的問題吧 應該比掃黃更加大劑 民署最近勒令十間兒童遊樂場 立即停業 這些遊樂場是在公廈內 即是給若干的錢 可能一次或是會員幾百元 放個小蚊子進去玩 有些兒童遊樂設施 大人可能坐在一邊吃東西 或者有個地區在等 最搞笑的就是 N那麼多個部門都一起去掃 後來之後就是一個經營場所處於高澳下 無法取得合資格的營業牌照 質疑政府提倡的活化工廈停制不遲嚴重打擊 青少年創業熱情 現時就已經解封無期了 有些根據澳日新聞 有些不見了六十多萬 有些說百多萬去搞這門生意 直接申請青少年創業基金 現在一鍋繳起了 青少年創業基金是否批了呢 他應該是批了去搞這門事件 現在政府 然後他就跟 怎樣說好呢 其實據所知就是 因為很多網上言論或者有些苦衷就打出來 就是真的跟足手續在申請牌照上 長期都不批 因為突然之一晚之間就蓋了查封了 問題是政府批了貸款 現在政府自己蓋了 那貸款是否不用還呢 我真的不知道 當然不是 澳門政府的東西 是不是 我幫政府回答 借了錢一定要還 想清楚想錯才借 現在的廣告 別給錢中介 玩得起才借 玩不起 都要玩 這個都是澳門來的 任何覺得邏輯不可能發生的事 都有機會發生的 重點不在這裏 就是 重點說一點 遠一點 這個場地發不發到牌呢 法例是怎麼寫的呢 我不知道 說很多年前的一件舊事 是 給我上三分鐘 當年就是 好 現在都叫做一個 一門比較賺錢的行業 大家認為就是藥的行業 不是藥的 是 你記不記得 很多年前呢 都是 沒有那麼多店舖的時候 即使我們小時候 還是我們幾歲大 十多歲的時候 以前 曾經學時 那時藥物廳那邊 就是不發牌的 是 即使如果你在工廈那裏 我要要求在工廈開那個店 是不發牌的 是 後來江湖傳聞就說 有一個 很有錢又很空閒的人 是堅持要在工廈開 跟著他起了一個壇 就跟政府打官司 嗯 最後打贏了 嗯 那以後就可以了 那以後也可以了 但是你之前不批那些都是沒有賠償的 嗯 只不過是他肯跪下 那也說回另一個事實 澳門打官司 三五七年 甚至乎十年 坐下 真的 還以為你看些什麼類型的 究竟是刑事 還是商業 是的 這個就是流傳在藥物界裏面的一個故事 就是 為什麼你們現在可以在工廈開 因為之前有個很空閒的人 就去搞政府 是 政府不一定對 嗯 啊 你去搞他 你就不一定錯 但是你有沒有那麼空閒 就是一個問題了 還有要有錢有時間 不是個個都可以的 另外以前的舊社會的人 真的比較空閒的 還有呢 有件事就叫做合法合理 政府每次執法都說是合法合理 但打完官司之後是可以發現 不是 不合法的 現在什麼叫合法合理呢 我和你說一件事 就是你說工廈 如果你說他出那個牌照 是一定要叫做商業用途的 那就沒話說了 理論上 問題是 如果他說 不是啊 我現在這個是私人會所 你要入會有登記 不是walk in 就可以的 當私人會所應該是出到牌照的 嗯 啊 這件事是研究過的 那當然了 政府會不會有出現 到今時今日都很多社團 是用一些工廈的單位 用來搞聚會 甚至乎在這裏開班 開班 有 你記不記得 以前我是做過地產的 是 那時候說地產公司都不可以在工廈那裏掛牌 沒錯 後來有人射他才跪下 嗯 啊 那個時候 那個 那個叫什麼 出來那個不記得叫做什麼的官 說因為法例是這樣寫的 好像是這樣說的 他是 我那次沒有去的 如果不是我舉手職場 撿死他 好了 或者在另一個角度在這裏想 喂 為何可以這麼多工廈的兒童遊樂場 可以生存這麼多人開的呢 第一就是有需求 第二讓我再說多一點點東西 多撿政府兩句 我最喜歡 好 你知不知道 如果工廈不准做商業用生意 不准開兒童遊樂設施 即是會所那些 那你認為工廈不准開學校呢 嗯 那應該是不准 但是他又可以吧 那你知不知道 現在政府 是有培訓中心在工廈裏面 他還是出正規學歷的呢 嗯 那也是 海洋那裏的鬥口 是的 多年來不來都是這樣 現在都好像年年開等班 那究竟那個是 教學用途還是工廈用途呢 這一點我想當年說 地產不准在工廈發牌 我真是想走去舉手 折騰他的 嗯 但是當然了 我想他被人禁住我和諧了 我說不要搞那麼多東西了 嗯 那可能別人做民憑工廠 那都是工廠 都是民憑工廠 那別人搞 不是 那裏其實就不是做生意的 你去上課有錢收的 是的 那些叫福利 那為什麼有那麼多社團 又可以在那裏擺呢 那創意產業嘛 那產業 那不是一個產業 那跟工廠有相對嗎 不是 社團 社團不是做生意 社團是拿錢的嘛 是的 都是收錢的 都是一門工業來的 社團工業可能 是的 我們這些就是一個項目 另一個項目就是剛才說過 那麼多工廠的兒童遊樂場 很大的原因就是有需求 那為什麼會有需求呢 就是你這些父母 年輕父母 生了一些小朋友出來 我當你12歲以下 你平時澳門街 真的沒有什麼空間給他 12歲以下 我告訴你 澳門街基本上 是由4歲到18歲 都沒有東西適合他玩的 是的 真的沒有東西適合他玩的 另外 你先說 利益申報一下 你有沒有上過那些中心 都有見過 其實 有見識過 是的 其實質素相差很遠的 差的真的很隨便 好的 真的 很抱 比得上香港 甚至近乎賭場 裡面這些都有 最抱賭場裡面的就不要說了 其實現在賭場裡面的管理都不行的了 人家的事不要說 說回收拾了 他們最大的分別是什麼呢 其實你小朋友玩玩玩具呀 玩玩具呀 或者一些設施 equipment呀 其實很多時候 都有一些迪士尼呀 華納呀 一些外國版權 其實賭場是會依足規矩 是給了錢 去買這些卡通人物進去的 你氣球印住那個玩具 其實全部都給足版權的 即是沒有辦法 別人可能是美國那邊 或者是澳洲那邊 分過別人 真的跟回他們的法律 撿得很棒 但是你澳門 你不要說嫌疑和遊樂場 就算茶餐廳那些主題 其實有時候都亂來的 無緣無故將日本 美國的好刺激公仔 放入自己的地方 但是改名了一點的鼻子 就出門了 都沒有人側這些版權的東西 以來沒有人側 以來基本上 你想拿的版權又不是那麼容易 你記不記得 天文數字 拿這些版權 每年都總有一個半個人 拿這些版權回來 搞一個活動 做幾個back job 基本上沒有人說要虧錢的 是啊 租個場地收入場費拍照就行 是啊 離開離遠了一點點 說回 但是小朋友喜歡 是啊 小朋友喜歡 因為你繼承一個交通人物 他會喜歡 為什麼他們會喜歡 因為其實澳門實在太悶了 你想想 都說去公園可以玩些什麼呢 現在 正如咪前也跟森哥說 離家公園可以是沒有兒童的設施 全部是變成一些老人家的健身設施的 不是比四蚊仔那些 常說梯千秋 常說梯千秋 唉 千秋就差不多和諧了 現在變成一個假的坐在龍上搖 我想說 有些朋友有小蚊仔 他說去二龍喉當的千秋 都很大競爭很大壓力 四五個人這樣排在當時 又怕整齊旁的小蚊仔 然後又爭到打架 你這些一般公園 別人心目中標準的兒童的玩樂設施 其實澳門都已經是買少件少了 再加上你本身澳門的公園都已經少了 舉一個例子 你一些原本是公園的地方 一聲無緣無故用來起了樓 舉個例子 坦仔的湖畔原本是一個公園 不行了 被人夾了 你地產霸權買不起樓 夾要交公屋數了 第一個開刀就是開了公園的刀 你便變成一個本來很受歡迎 不止是小蚊仔的大人 有攀石有盛的 其實環境不錯 板一聲都已經用來起了樓 你變成一個休憩空間 就越來越窄 再舉個例子 北修環的公園 根本上整個都想拆 如果不是反彈太大的話 根本上現在都留不住 再舉一個 那個叫做黎徑灣 以前舊澳大廈的那個 說要起油站都有人出來反對 有一個很小的公園 都是寸土必爭地用來做其他用途 而不會給你澳門市民做休憩空間 你變成小蚊仔就更加少空間了 我補充一點 不是沒有休憩空間 現在澳門的休憩空間 基本上是兩個字而已 綠花 你會發覺很多地方是一個公園 但是只有花草樹木 是的 有些公園連健身設施都沒有 是 很多人害怕的 但是它是扔很多錢進去種一些樹 很多錢給那些人在那裡淋水 兩個月就整個抽證物 就剷走了 就換了一些新的了 兩個月 當然不止了 他們平時有很多東西做的 那些人除蟲 然後有時候有空 有時候大時大節又去插一下家 荷花節就插一下荷花 搞很多東西的 但是你永遠都是 聖誕節就搞燈飾 是的搞燈飾 但是都說了 健身器材 現在是多 但是都是親疏有別的 有沒有發覺 在一些比較所謂的傳統富人區的公園 那些工具是漂亮一點的 有些即使是 叫做什麼 有些是推空或者是做倒立的那些 是的 在我們舊城區的公園是沒有的 不知道是不是不夠地方放置了 難聽你講一句 你號警一二三四期 圍著中央公園起 整件事講完啦 講完啦 有什麼問題 講完的啦 你右看那些爛殘舊樓的 你給我找個休憩公園給我看看 哈哈哈哈 都更好一點 右看那邊有個街市公園 都打改道貴密 我們舊城區那裡 就是 只是爬上八甲巢 對 行去大聲圍 或者走來這個 叫做筷子擊海邊 八甲巢也有個八甲巢公園 但是裡面的工具是沒有那麼漂亮的 都是 都沒有預算過太多工具給你 是啊 另外 搞完那些 浸滑梯那些 不知道要去哪個 是啊 都說只是放兩個籠在那裡 搖那年輕人就叫做玩具的了 OK 我當你是有地方給你一個小蚊仔玩 但是今時今日的澳門 和我們做兒子的時候 二十幾三十年前的時候的澳門 差多遠 是熱好那多嘛 大哥 熱好那多 另外 你記不記得 說說我們二十幾三十年前公園 應該有的東西 是啊 夠不夠時間 夠時間 這節再說多兩句 說多兩句 你記不記得有猴子架 是啊 有一條拱橋給我們 不知道是用來吊在那裡 還是上去踩那個 整個拱橋營一條就打橫那個 是啊 然後那些鞦鞦是浸得很高的 那些浸滑梯可以很浸的 你有沒有去過螺絲山 這樣三層樓高浸下來的滑梯 以前 應該玩過都不記得了 有三條的嘛 一條大約一層樓高 一條大約兩層樓高 一條大約三層樓高 山頂浸下來的 我早前去過螺絲山 發現原來那件東西是和諧了的了 因為可能它覺得太危險了 背不起那隻狂 不是 直接全部又變成綠化了 我做小蚊仔的時候 很搞笑的 它會有些給小蚊仔坐的 產泥車產泥機 挖地的嘛 是 給你挖地的 好像在路環還有一件 在路環譚宮廟外面的學校的公園 大人的世界覺得這些東西 古靈精怪 但是做小蚊仔就會覺得 很過癮 它產這麼大顆泥 不是 產泥機之前就說過 在大陸有些付錢 有一部真的產泥機 給這些年輕人在這裡產泥 在商場裡面 那麼激進 是真的產泥機 但是已經變成兒童版 真的行有鞋 就是真的過癮 真的過癮 然後給那些小蚊仔坐在這裡 不斷掘 然後不斷收父母的錢 很受歡迎的 總之小蚊仔玩得開心 做成年人多少錢會花得起 好 下一節回來我們繼續說 為支持三個好男人演唱會 賣Radio的聽眾 現凡購買賣Radio以下產品 可獲得演唱會門券 第一 一 矯父七月節目月費金額最多的十位網友 可獲門券一張作為月費專項 二 購買賣Radio十周年聯歡晚會席券 4560元一直可獲門券一張 一萬八千元一直可以獲得門券兩張 第三 購買賣Radio十周年台慶金牌 可獲門券一張 賣Radio更加有480元演唱會門券代售 詳情可以打來246730800 請網友全力支持龍威舞演唱會 剛才上一節就說了我們當兒子的時候 其實就算是澳門本身的兒童遊樂設施 沒有今時今日那麼缺和那麼悶 精彩的數之不盡 即攀架那些 我想今時今日 應該只剩下坦仔舊公園那個 坦仔教堂 下面還有一個60年代感覺的公園 好像還有一個 有沒有被列為文化遺產 我想沒有了 其實就是在想怎樣把他擦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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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問題就是 其實今時今日 或者不是都可能有些家長覺得這些東西是挺危險的 就算是我自己小時候做小孩時 都試過這些攀架撲爆咀了 撲爆咀是會撲爆咀 另外你還會遙遙板 真的会摔下来跌倒的 或者夹到脚趾那些 是有很多这些危险的东西 所以你看到大概90年代通常有滑梯 但是又有少少攀架的成份 是一体化的 所有东西是 all in one 但全部都是low tag版 是会有圆圈交叉给你玩 有加减乘锤 有算盘 整块胶就放在游乐场上 而地上不是铺沙 和80年代铺沙也不同 就会是一些战来的 但是你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玩摇摇板 真的玩到很激烈的 大家斗韩的时候可以蹬对面的人来坐板尾 不要说儿童游乐场 就算是学校幼稚园都是玩这些的 现在说出来 没有玩过的小朋友可能想象不到 我想知道这些是什么来的都三四十岁 没有四十岁我想都没试过玩到跌下来的那些 以前就是扔你下来 然后什么 但是接着又跳过上来再玩过 选手选脚就一定有了 以前是石屎地 要么是泥地 要么是石屎地 对啊 其实来想起来都蛮危险的 鲜秋也是 以前的鲜秋就是一块蛋 两条链子 可以 到后来又有个裙子 整个屁股有手安全带 一条好像兜档布 兜档布 这是后来的了 现在进化到怎样 我也不知道 以前鲜秋有些是矮些 那些是被站在那里打的 真的可以打到差不多前后180度 哇 其实很危险 真的可以打到的 是打到的 170度就一定可以打到的 好多人180度就会碰水 哇 我都 你想一下那幅度 现在想一下 都真的很刺激 哇 其实更刺激 比那些机动游戏 不知道谁发明出来 好恐怖 我都觉得 那样 就是刚才说了那么多 以前的世代 不要介意同游乐场 或者没有游乐场也好 澳门没有那么多人住 连车也不是那么多的时候 北区的小朋友都去通街走的 是不是 以前我小时候是玩什么的 小时候有时候有一些 大的沙场 即是以前是长江沙场 就是在关闸那里 他们是什么 即是以前所有建筑物料都是入口的 是 他们就在大陆拖沙 倒在路边自己的一个地盘 地盘的斗口 接着我们的小朋友 就可以去上面那里玩沙 是没有人会理你的 以前也没有人会说 走去什么 走去管理你 你为什么走来我的地方 是没有人理的 是啊 即是以前澳门的经济 没有那么多车 没有那么多人 你变成小鸚仔通街走 那些是很多 那些会说是没有游乐空间 你看到差不多年纪 三两年 range 里面一大班小朋友 其实是不难的 不难 另外小时候 在那里 我可能的成长比较特别 即是家里不带我去沙滩 我就去沙场那里掘沙 是吧 即是公园没有东西玩 或者没有人带我们去的时候 就在池塘那里掘棋 就是了 以前是有很 以前还有种菜 我们小时候 就是了 还有一些河流溪间之类的东西 捉拖斗 接着又捉丘 接着又捉丘 接着真的试过被蛇追 也试过 即是你可能澳门 澳门也还有蛇 澳门没有蛇 你探浙路环也还有蛇 即是你二十年前 你黑沙是有虾仔捉的 有蟹钓 是的 你小小 你去到沙滩 是可以执背壳的 在石灯那里 你拿一条绳子 吊块鱼肉 在石垫那里 有蟹上来 掀你 就是了 这些都已经很好玩了 用不需要游到墙 但是你今时今日 你试一下去一下 澳门的沙滩 看看 全部都是垃圾 黑沙就变成那些 人工倒下去的沙 黑沙 那些水全部都骯髒 垃圾 你都没有人敢游 黑沙和竹湾 其实和我们小时候 德湾最多三分一的尺寸 就是阴港 全部填了做停车场 填了做政府认为得的设施 以前竹湾是有无上 装鬼妹看的 你知道吗 那已经给小朋友来说 够了亿子了 你今时今日 都没有人游泳 水又骯髒 浪又大 都已经劣化了 政府想弄好沙滩 不要紧 那麻烦你清水里面的垃圾 有多些石头 它又不挖那些 只是整个表面的东西 问题是你搞不到 逐温走出去刺脚的 你知道吗 因为你的水污染 是直接和中国大陆有关的 人家的工厂 这样的水源 污泥不停堆积 以前澳门是大游轮都可以拍到的 但是经过一百几十年 淤泥堆积之后 就搞到这样 我提醒一下政府 其实他们还可以开多条标 找人清一下沙滩 外面的小小位的石头 他们做漏了这条 快点成立一间公司 搞定它 好了 简单来说 澳门今时今日的经济高度发展 你住也没有地方 休闲也没有地方 政府也没有规划 你本身也没有给小朋友休戏的空间 那些公下移动娱乐场 其实也是不错的 其实它是应运而生 是应运而生 但是有些可能清洁做得不好 有些家长 认识朋友 他们说 玩完之后 有手足口病 突然回去苦痛 你小朋友这些东西 互相传染 为什么呢 你真的拿着玻璃 不断握在口 咬完后 没有 波波池这些东西 其实 那个时候都踢爆了 你要波波池消毒合格 根本就没可能 一天消毒三次起码 不是 就是它消毒消得这么密 我告诉你 赌场里面的波波池都不合格 你敢去验一下它 我都不明白 怎样它过了骨 验到过骨 真是神奇 其实你这些东西 又是很难监管 也没有设定标准 亦都发抬这个门槛的这么高 你变成了 连这些东西都压杀了 喂 其实真是 挺惨的 今时今日做小朋友 好了 这个家长都很惨的 我怎么搞定就叉烧 整天都说 即是很惨 为什么 现在三四岁的死小孩 已经懂得上网了 是的 同学去了那里玩 我不去不行 是吧 去那里玩 都要摆上去压拉 现在的小孩 是啊 没错 然后打机那些 人家在玩什么 你不玩又要摆 接着又要摆上压拉 是啊 那搞到 你去那些什么 科技馆 有些儿童游乐场那些 你是要跟游客的小鸟仔 在那里搶 人家打了枝 你根据规矩都没有 又要跟别人斗 是不是 很惨 那又是那句 没有办法 因为澳门本地人的设施没有 政府不照顾我们 不要紧 是不是 我们生在澳门 这样的认命 澳门身为一个旅游城市 你想想有什么家生 是专门招呼那些 四岁到十八岁的年轻人去玩的呢 嗯 是不是变成了拿手机来玩 或者躲在家玩PS4 大那些机斗 上网不大 没有机斗 如人码头都收拾了 秘密机斗 很多年 收拾了一粒 是 即是你 你都很夹涉 是吧 你好人好者 怎样搭车走过去都麻烦 不要紧 他们搭车有很多办法 他们几百元搭乘车 不介意 即使 几百元搭乘车 都不介意的游客 竟然发现那些死小鸟仔 除了躲在到场里面 那两个 只是给小朋友的儿童留下场 是没有东西给他们玩的 就是 即是 无论健康 心智发展 都有问题 你真的会逼到那些人瘋 即是你 你会搞到 即是 你说现在那些人越来越偏激 或者越来越瘋 越来越多 吵吵 或者是那些想法不同 其实很正常 即是 新一代的人 他的童年 和上一代上两代 个人都已经不同了 明显的想法 整个人的心智成长都不同 一来 二来 你不让他们出来玩 他们就上网 是不是 上网 就去讨论区 去打机 就是了 你控制不到他们去哪里 就是了 就是了 你的肉体 你都没有地方可以去 公园都没有游乐 另外公园都被人散起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现在我们是越住越小 是的 以前我小小过去我阿婆的房子 即是走马騎楼那些 开了那个厅的门 然后开了房子的门 然后在房子的跑圈 在厅走去房子 然后由房子的门 走回到騎楼 转一个圈 不断跑不断跑 不知道为什麽 但是很开心的 即会发泄了精力 对吧 然后然后躲起身 躲个死人头出去 望一条街 然后喊两声 然后又再跑过以前 以前你说 往往夺吗 现在想起来是 但是很开心的 是的 即是其实你是有地方 使用了体力去 就OK的了 现在个个就是体力个性 又说到现在这些死小孩肥 是的 即是你那些青少年都是 你可以做什麽 你现在连K都没得抢 真的 K都没得抢 K斗 政府说他多了很多球场 给你那些人打篮球 嘩大哥 那些球场连去天桥底 真是 喂你试下去那些体育馆那裏 订个长牌 排成怎样 还有小蚊仔 布暑期活动 不用抽奖 以前我们去订球场打球 都真是要几个人走去走过路 那体系有没有长 已经是十几二十年前 现在直接有很多时间 是给那些同好会 或者不知是什麽球队订了先 他们正弹 正弹那些时间不要 头头尾尾才轮到你 游个水打个球 又是艰难 游水也不艰难 游水反而好些 但是你说要订球场来打球 就真是艰难 其实呢 只有赌钱 赌钱不艰难 二十四小时 几十间赌场 我真的 二十二岁才进入场 现在是二十二岁 但是有很多都不查证 你养的十几岁都可以进入 不行 最近查得很紧 最近查得紧了 因为赌场 以前站一个组织 做一下养动 最多偶像抽些人查证 如果不是动两个 或者三个 然后每次叫你揭袋 其实也好 因为 因为菲律宾那边 赌场有恐袭 还是结案 澳门也觉得 好像有危险 直接加强保安 澳门有危险 要恐袭 你也不用在赌场里面 根本上 落手的很多机会 大家都明白 都可以这样说 因为澳门在这方面 长年都比较疏忽 但是你这么多赌场 又有大陆资金 又有美国资金 不是大陆资金 不是大陆资金 是中国人资金 正确一点 那些香港是澳门人 还是大陆资金 我分不清 说回一些正题 其实这样下去 是相当艰难的 你住屋的问题 它没有办法解决 土地没有办法解决 土地没有办法解决 你公园就不可能 公园都说 要么变了绿化带 要么被人吃卖 没办法解决 或者有些规划了公园的地 是没建过的 大把空地 拗了几十年 没建过养草 另外 原本是公园的地方 有些有几十年 都说不会更新设施的 这些花花草草 就常常有保养 但是有时候 浙滑梯 脱了一粒螺丝 或者什么 它们围就围得很快 围完之后 可能要寄零件 一围就围几个月 围半年 围一头半个月 有时候的事 还有很多设施 本身是漏水 刚才说过中央公园 就是了 又被人查了 不知花多少千万架 又漏水 又停用那样 是烂的 是不是 问题是相当复杂的 只可以说 你今时今日生小孩 除了成本高之外 你生他出来 究竟童年开不开心呢 究竟病不病态呢 就是逼着要打机要上网 没有其他事可以做 要不就做怪兽家长 塞几十样东西给他学 政府其实已经很有良心地 在毯制制了五公里的单车径给你 是不是五公里 好像总长度是 真的多嬌借 现在真的放假 有几多年轻人在这儿踩车 有时候大事大事会塞车 我在高度租过单车 单车都开始烂了 真的没什么意思 以前我们小时候 可以在街上踩单车 在桶仔的租架单车 整个桶仔踩均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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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 我长久一点 我30年前 都一样 那时候还要光顾一位老板 我老板认识 我认识他 租车 盖着盖 拿车走 就回来 不停收 所以 都是 挺灰烬的 除非你真的可以 这个完全是人口 和城市规划的问题 这个不努力解决的话 现在的小孩子都是一个挺痛苦的童年 好了 今集时间差不多 下次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